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中国围棋是小鬼当家 小将们长江后浪推前浪 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 可以说中国围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么与此项目由我国主办的围棋大赛 也是不断的创新 最近又有一项新的围棋大赛应运而生 第一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6号正式亮相 这是继应时杯春蓝杯和百灵爱头杯之后 由中国企业创办的第四个世界围棋大赛 韩国目前有三星财产保险杯和二级朝鲜日报杯 两个世界大赛 而日本曾经举办的多项世界大赛已经全部停办 这也是当今世界围棋格局的真实写照 第一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冠军奖金 高达180万元人民币 比赛将于本月底在中国棋院开赛 恒库一年的利润差不多去年是1.4个亿 我觉得区区700多万差不多 这个我算不过来百分之几啊 百分之五而已 不好意思数学没想到 那个百分之五而已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就刚刚讲我在当地有一个多亿的税收 政府随着面面帮我做点什么事情 这个鼓励一下企业的发展 我觉得我的压力不会很大 大家请放心 这不是问题 大家可以记住我刚刚讲的 我绝对不会只办一期三届 大家可以给我的压力 在本周又有一项国内的围棋比赛的 引起了广大奇迷的高度关注 那就是在洛阳举行的洛阳罗门杯 中国围棋棋胜战 棋胜战不仅头衔非常的吸引人 而且冠军的奖金高达六十万元 非常的丰厚 非常巧合的是进入本届棋胜战决赛的是 两位九一年出生的小将 一位是周瑞扬 另外一位是陀加西 他们两人在之前都曾经 在中国的围棋等级分名列过第一位 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那么从实力上看可谓是旗鼓相当 那么比赛的进程也是充满了戏剧性 非常非常的波折 那么周瑞扬在林比亚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 悬眼雷马上演了绝地反击 成功逆转 这也是我们中国围棋史上 五番棋当中第六位成功逆转的棋手 夺得了棋胜的头衔 可以说2013年周瑞扬目前是势不可躺 风头正进 聊完了棋胜战之后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国内的围甲赛场当中 那么在5月4号 金利智能手机杯的围甲第三轮 又上演了激战 那么在本轮比赛当中 最大的冷门可以说是山东队 那么山东队拥有三位世界冠军 但是他们却0比4不敌苏布尔杭州 令人大跌眼镜 另外八国王重庆银行队是4比0横扫 孤井贡九浙江队 贵州百灵和中心北京是一场强强对话 那么最终贵州百灵是3比1胜出 中国一东上海和大连上方横业 分别以3比1的同样比分 战胜了广州广日和西安取江 那么在本轮 唯一一场凭借主将分出胜负的是 辽宁绝华岛队和广西华兰队 结果生巴马广西华兰队的主将 牛宇田 战胜了辽宁绝华岛队的主将 唐伟星 为本队夺得了宝贵的一分 好 亲妹朋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请出辽宁绝华岛队的主将力 刘晓光九段和球单云二段 为大家共同解说一盘主将大战 由牛宇田对唐伟星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由我和刘晓光九段 为您讲解2013年 精力智能手机杯 中国维系甲鸡联赛的第三轮 那么这盘棋呢 是一盘主将之战 是由广西华兰队的主将 牛宇田棋段 对阵辽宁绝华岛队的主将 唐伟星三段 那么刘老师 想必您对这两位棋手都非常了解 因为您当时在现场嘛 是吧 对 这盘棋呢 是我在现场 因为我是带着辽宁队 所以呢 在现场观战着这盘棋 所以呢 给大家介绍呢 会方便些 那么现在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 这盘棋呢 是牛宇田之黑唐伟星之白 是主将 对 所以他两个队外延没来 所以呢 他俩担当主将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棋 这唐伟星呢 最近成绩也挺不错的 刚刚打入了李光碑的决赛 虽然是输给周瑞阳 还有之前的百灵碑 他也进入了四强 对 所以他现在都是已经挑大梁了 都作为主将主带了 都在一线比较活跃的 这个布局 是我看你们两个人下的 也都比较快 是比较有所准备的 应该是比较熟 这个下方最近黑棋 直黑棋下这样的布局比较多 对 是怎么过 是后面这个 你看这挂一个 它飞一个 因为以前是在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布阵 高一路 现在都飞在上面 对 这个布局最近多一些 因为黑棋这样的 它进攻或者是它高位 可能稍微有点变化 可能好一点 优劣很难说 现在它是分头 白棋分头 这个都很正常的进行 柴二 手脚 转换等于是它先手脚 分头差不多 是吧 这是一个 这个布局 看起来有点像黑棋手脚 然后白棋分头 然后他大飞 他拆二 其实这个次序是倒过来的 是白棋先分头 然后人家大飞 他拆二 他再手脚的 对 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该这么定行 他挂脚了 他黑棋从这边张大士配合 这样打伞 白棋也可以 想打伞一点 主要是 我觉得都应该说是正常的进行 下面就是白棋 他这个棋 唐卫星 它是马上打入了 直接就打入这个了 我觉得打入 对于可能显得有点早 通常在这个地方走 挂脚 比如说这种挂脚 大概是这样 我会拆一个 拆这 这个比较普通 是的 这个选择应该是比较普通 可能多数人会有这样的考虑 但是现在他没有走 直接打入 直接打入 这样就势必影响作战 这边的定行已经完了之后 他觉得打入也是可行的 他就这么下的 实际就这么下的 其实这个骑行 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人家大飞 既然是选择大飞 没有下底下拆二 那肯定是不怕人家打入 但是唐卫星他就偏偏不服气 他说我就打入你 对 拼力量 这个就是说显得那么挂脚 显得稍微从容一些 这个也不是说一定不行 但是这个要拼力量 我觉得稍微牵强着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对 实战这么下的 然后还去煎 对 煎顶 插那个脚也给拿住之后 他在这边跳一个 他就是采用 先把时空捞了 然后再淘之固 这种一种策略 像唐卫星这种气球 他是喜欢这样的 我对他了解 是要比较喜欢擅长一点 擅长这种风格 这一局就显得稍微更加露骨一点 他是像黑旗走的这个 小尖 小尖 白旗把这个跳出来 对 跳出来 现在看白旗的旗的位置 基本上都在三分 反正他就先捞了空 对 捞了 他把空先站着 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 后来他说先也可以考虑这个 黑旗可能再往中央走一个之类的 怎么走 跳一个 跳这个 可能这个也是一局旗 那么白旗在这边拆 这个跳 反正就是黑旗 他之前也可以先走掉 他没走的话 白旗应该先 现在实战就是变成了这样 白旗顶 顶一个 他一长 就拆 彻底捞时空 捞完时空 我这个中间放着让你来吃 这个没有一定的力量 这三颗子也不容易吃 然后你只要智孤智孤有水平的话 拿它也没办法 唐伟星的后半板也很厉害 这个也需要考验尼玉田 尼玉田也是一个跟唐伟星的棋方稍微有点接近 是吗 也是比较后半板挺厉害的 这个比较沉着的棋 我觉得唐伟星的棋 其实看起来风格很有特点 有特点 对 大部分棋手不会像他这么选择 就是这样三路拼命的牢孔 有特点 然后他就很贯彻自己的风格 当然我之前也是看过棋谱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是独具一格的这种下巴 对 当然如果说你的实力比他差一点的话 他这种下法你可能一会就招架不住 你发现你空不够了 对 得有像牛宇田这样的实力才能维持局面的平衡 但是牛宇田也是不着急 我的风格就不会像他那样 他是走的这个 对 这个棋后来我也问了 应该是这个好一点 明天之后觉得这样普通 这个显得大一点 对 对 这个里面感觉还有点虚弱空隙 最少是这里面点一点 对 里面还有别的棋还未可支 这个反正显得比较大一点 那么他走在这 这个棋就形成了实战 这先点一下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个次序 然后再挤压一个 这个显得我觉得早了一点 马上这个 收关了 显得稍微早一点 那么白棋拆二挺好 这个棋你既然不走我拆二 这个本身就很大 是的 应该说这两个交换显得好像白棋好 就是得分一点 但是这个棋局很早 对 那么现在这个搭场都差不多了 对 现在接下来 因为白棋已经捞了很多空了 那么黑棋刚才已经在这飞了一个了 飞了一个虽然只是看起来只是不关子 但是对于这个拆二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有一点压力 对 并且没活 暂时攻 他一下攻死也不容易 对 所以他也没有暂时攻 攻怕落空 他是走的阵头 先阵一下 眼见的阵头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多数人会往这下的 因为你捞了太多了 都是在低位 这个也低位 黑棋两边都比较厚 应该发挥自己的后势 进攻了 厚的地方应该发挥一下了 对 是的 阵头 先阵住他 先看看白棋 你是往哪边跑 你怎么个跑法 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走 看看白棋怎么走 白棋飞了一个在这 这个飞 我觉得还是有毛病了 你比如说夸断 这个怎么下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跨段已经把白棋切断了 至少是 反正你现在这个子你吃不掉我 你怎么走也吃不掉我 这个挖出来了 所以唐行可能质孤也有一定水平 也许跨之前 你跨后他可能也在这压一个 先靠一下 是不是这一类的 如果说他斑再冲过来是吗 有可能 对 这一类的 或者是再做个准备断一下之类的 反正是他采用这一类的手段 比如说再断一下 走完再冲 已经扎死了 对 就这一类的方法来腾挪 我估计是这样 但是这个也很薄 黑棋要力量强的话 这个棋 它也有 白棋也有一定的风险 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一个 先做个准备 这个都是长用手段 一般的行 动手之前都先做做准备 这等于规定动作一样 而且这上面反正是两个叉 你也没什么心疼的了 对 走一个这个 靠一个白棋它往里搬 这个棋 应该说通常是都不要动劲的 单长 或者是长那么长 一般长这个居多 事后也是他认可就应该单长 对 唐异星本手就应该单长 事后的结果证明也是应该走这个 而他走这个反击 我们看结果 并不便宜 按结果看 冲一个 对 冲一个 对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它又不肯挡了 挡住被人家上面拍它 那没有必要 这个就是说你搬何必的 是吧 那还不如单退 所以它就接上了 它接上 好 这个其实我们看 看着没有什么 它是走的这个 断打的 断打这个 如果打这个 粘上它这个里面有个毛病 它是断打这个 我们先看它实在 长 长一个 那么走这个 再长 再长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有冲断 它是粘在这个 然后黑棋打这个 黑棋打这个 黑棋是唠了一个后手 后手 是吧 看似后手 但是这一串交换之后 看着是白棋唠的先手 但是实际上叫先中后 先中后 所谓先中后 看着先手 实际上跟后手 有后手的意味 为什么 这个脚上是有毛病的 我们暂且不说 等一下我们说这个脚 脚上是有留着后患 因为有多着一个冲 脚上里面的毛病 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等一会说 现在走成这样 黑棋就更加厚了一点 更加厚了一点 白棋要中间走了 白棋得补齐了 要不然再 它等于就给你晒到中间 中间你是很薄的 对 白棋要怎么补齐好 刘老师 我感觉本手就这一类的差不多 就在这 感觉这样 这挺规矩的 你这样有个眼位 以后下面拖一拖眼位 反正你就摆两个眼 是吧 人家都强了 你还敌强自保 应该是规矩都是先把自己的眼位先摆一摆清楚 是的 不要逞强 按理说是我觉得本手是这个 这个就有被骑离 你这个时候用强双方 它都 你弱应该自保 对 人家太强了 太强了 所以黑棋在这个地方就采用了很强烈的反击方法 它顶对了 它是可能希望你搬它退或者这样的情况 然后再拖一下 黑棋希望 假如说挡住 那也有可能搬 搬这个 也有可能断 搬应该是搬一个 假如说它断掉 长一个 长这个 嗯 这个白棋两个断点要怎么搬 我怎么觉得这个 应该说黑棋反正硬来 对 这个时候黑棋肯定要动硬了 自己强的时候就可以用最强的下 双方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用客棋 就直接是往最强的下都行 断也没问题 对 只要这两个齐筋不被吃掉就行了 这个也是可下 是的 反正这个时候我想它第一杆是走这个 在这个时候一顶 也要中午休息 在休息之前白棋就敞好了 敞好了很久 下午的确是稍微有点难办 中午我都觉得脚上那个地方有问题 然后还是实战下午 靠一个 对 是这么 先在这个地方走 然后它终究还是没敢挡住它 如果挡它怕断 它怕人家断住 如果走它可能怕断 那个地方走了一个之后 它走在这 这个地方有个刺 对吧 你如果挡一个的话 或者你补一个的话 它再挡 你再断的话 它从这地方 这是白棋希望的 这个字发挥了 这逃不出去了 对 它最希望是走上边 是的 这个地方 刺一个 是吧 黑棋肯定不会挡住它 搬这个 搬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能来得及否 这个 先刺它一下 对 先刺 对 现在白棋会脱先吗 白棋 假如说脱先 如果走这个 它可能是这个 这个 大概是这个 然后它这个 挡住 对 再断一个 这个冲下来了 这很困难 我能先冲一下 这个它冲挡住 这个 也不太行 对 这一类的 像我是很想刺一个 对 这是我的想法 它是没有走 刺一个 粘一个的话 再走这个是最好的 它刺粘上 本身就不好断 本身不好断 刺一个粘上总是便宜的 对 然后它是直接搬的 白棋刺 然后黑棋就算了 跟它转换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转换 白棋还可以了 白棋已经挺不错了 白棋不是 这个转换 白棋也算有一个好的结果 对 要是我的话 我有可能刺一个不肯这样想 被白棋穿断 还是觉得连控收住的话 我认为白棋唐文青也有所获 黑棋中央看着是很厚实 但是你真正让它成控 我觉得你反而没有包袱了 因为它花的手术很多 走成这样之后 白棋我觉得就算好的结果了 它是走到这个 对 是吧 这里它下这么保守 我觉得再往前一点 对 是吧 对 你有这个腾杆 再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Lita Airport 好像它只要让它分断也没有什么 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往前进的话 你不管每走一步都是对它好 反正我觉得白棋还舒服了 我觉得刘老师这个位置挺好的 如果你下这一带的话 这个地方不还有点吗 人家点你一下你也难受 你下到这儿 它点起来就不太舒服了 它不能随便乱点 对 它是走这个 等于是被它震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是的 但白棋走这个之后 这个时候我认为黑棋 它有一个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 是应该点在三三 刚才我们落了悬案在这个地方 这点三三的时候 白棋能立下去吗 对 它立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棋的 本身我们说 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 我们说这个局部 它只要看到这个局部 如果你走二二是 这是死棋 人家一飞 你挡着不管是家伙点 它都是死的 这个黑棋本身是死棋 但是这个棋 有个拖什么 有一个拖 这个拖是有棋的 这个厉害 如果走这个 正好一段 咔嚓一段 然后白棋傻眼了 白棋如果走这个 它一长 长这个 这个棋就出棋了 只能接上 然后黑棋再接 不能只能接 这就全输了 这个那里面都活了 都活了 你大概只能提 怎么办 你能提掉 那被人家接回去 那一串都断在外面了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还有味道 这个棋 黑棋如果点三就能走成这样了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就比较麻烦 而且你这个地方 在忙着做活 脚上也会损进棋 损木的 这样黑棋一举就会优势 掌握主动 我以为他们看到了 最后的副盘手 我居然没看到 他没看到这个 对 很意外 确实是 这个点的时候 白棋也没有别的手法 他走别的都不行 如果你走别的退让的话 那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棋 它没有冲掉 冲掉就没有棋了 就是点三 但是没有冲掉这个棋 就是有一个拖 对 即使白棋团在这儿的话 黑棋是不是依然也可以拖在这儿 刘老师您 团这个本身就是活棋 就有棋了 团这个棋只能是立 只能立在这儿才能杀 只能这样 只有拖成立之后 这个棋就宝败 你要是粘的话 这一爬 对 再爬 白棋粘上 它一爬就难受了 因为这两个交换之后 这个就有棋了 否则这一顶是死棋 是的 因为用这两个交换 这个棋就是活了 您直接点三三更厉害 就直接点三三是最佳 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你现在退让也没法退让 退让这个太大 对 这个时候如果点三三 应该说是黑棋的最好 现在它没 既然双方好像都没注意 都没下 没注意 没注意点三三拖 那么现在黑棋是震的 可以震 震了之后 中间就觉得白棋已经进不来了 为中央实际上为看似很大 实际上为中央并不便宜 为中央本来是黑棋一路 应该说形势我觉得挺厚实的 但是去经营中央很辛苦 因为中央很厚的话你去承控不好 拿来进攻是最佳的 是的 现在抖成这样 白棋拐一个 往中央渗透 所以刚才刘老师他要求直接到这儿 这样的话他中央直接就想了很多 就不用拐 直接 我连自己补墙来往中央走可能位置更好 是的 现在走成这样 那么黑棋飞一个 他要求继续攻击他 对 继续进攻 这个飞也可以考虑 我觉得那边也挺大的 要是我觉得中央干脆先暂时不走的话 是不要攻这个 比如说这一类的 我很想走这个 很想走这个 其实拖在底下的 我挺 直接是三三是更好 他们俩没看到的 走这个 好 他两个飞 这两个飞 你以前两头飞好吗 不太明白 他喜欢这个 然后白棋大跳出来 当然这个骑行现在是黑棋要进攻白棋 否则他无右脚带这个飞了爬进去 他自己不好 人家一拖他 搬住这一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 现在是非进攻这个 对 正好在进攻他可以这样下 但其实他的骑行是有缺陷的 人家一拖他 挺麻烦的 现在走成这样之后 他是尖刺的 是 尖刺的这个 这个地方也能到眼味边刺 对 那么白棋走这个 实战就这样下 黑棋贴 贴的 这个通过进攻就把脚上全加强了 所以这下现在没有拖了 他是飞的这个 不过我觉得搬一个是不是感觉眼味好一些 这样好一点 我觉得搬一个是不是眼味好 他是退的 他飞在这 那么再一跳 好位置 对 是吧 他先在这 先来了一下 他下的很有意思 那就对中央进攻中央好一些 然后他再走这个 他再走这 白棋一门心思 他要把中央的空给他压缩一下 要不然觉得太大了 中央围半天 比如说围30亩的话 你边上走两手肯定有30亩 所以你本来投入的太多 所以后市拿来唯控 不是好市 不是好市 白棋 你看他攻这个白棋就花了好几手了 两边飞都是两个二路飞 其实应该说效率不是最高 而且白棋还有机会往前进 应该白棋以后错过更好的位置了 现在走成这样 既然围了 他就继续让你围 对 把这个收掉了 对 刚才刘老师他要拖的地方 白棋赶紧把它补了 挺大的 补这个 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有吃 这里有断 对吧 他也补一个 这样白棋又顺势牵手 把这个补了 让你中央提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白棋这么下挺合算的 他只要中间不死棋 对 那个脚上本身是 本来点三才是绝好 现在大家都不走 没看到 这个时候应该说白棋有个好机会 赶紧 赶紧搬 如果能搬着一下 那个脚就已经没起了 是吗 就没有起了 搬着一下再走这个 那好多了 那个里面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再点三三我就尖了 尖在这 对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就和刚才不一样了 对 你再走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走完了 人家一走你就死了 你比如再拖 再拖也不行了 拖这个 拖这个 拖这个也来不及了 拖这个人家就 是不是您就沾上了 沾上好像也不行了 沾上比如说 他还是我们说这个 那么他就俗顶 对 走这个 他可以跳一个 跳一个就行了 跳完了一点你就死了 跳刚才 手机挡 对 冲还可以 他爬了 你走这个 他点这个 再冲 黑旗再冲 对 白旗挡住 就死度过就完了 没有用 挡了他就接回去就行了 这已经死得很干净了 死度过 不用 也是死骑 它伸不进去是吗 不是 你提了它可以 白旗提这个 你走这个它可以紧气 它紧在这 就没有气了 对 这个也是个死骑 总之这个地方活不了 多个变化都没用 那么搬是个时机 对 搬着一下就可以了 搬着这个时候是我认为是最好的 最好的时机 问题在于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注意 他这个脚上的旗 对 如果搬掉再一肩 这个旗我认为 应该说白旗只要这块不死 应该是白旗好 是 我觉得是白旗好 对 黑旗的后事 最后觉得有点重复了 落空了 有点落空 有点太过于厚实了 这个地方黑旗最大的下法也就是 如果扁脚不行 它又就打拔 你大概是打拔 打拔也没什么了不起 白旗就补一个 就算补一个 就算补一个 这个也好得多了 对 就算三三补一个也可以 或者这样 利也可以是吧 利也行 利应该没问题了 没问题 也可以 或者说你觉得如果说这个利不是很大 你可以抢个别的关子 那么它这里已经花一手 再花一手就不一样了 这样就好得多 或者是你比如说再走这个也可 这个也很大 是 这样收官 有希望半截 就是说我从这个角度分析 就是之前进宫半天 让它割断 你看成了这么多目 而黑旗你看在中央成了半天 可能还没那个收获大 本来因为你太厚了 走得太多手术了 应该说从这个强木的过程 应该说白旗得利了 所以说在这个中盘过后 就是到最后就是边上 越边上越实惠是越大 中央就和过去的开画效率就越走 中央效率越低了 对 越到后面你这提花的效率就越低 用处就越不大 越早提 它的用处越大 因为中央的辐射是四面八方的 要围半天 你看这个以后还有成的 是吧 现在它是 我看它是走的 这个地方还没走 是吧 对 然后黑旗现在很机敏 它没有点这个三三 它没注意那个 对 它没有看到 它没看到 就是说它要看到 就早就这样 早就拖这个 赶紧拖这个 就早就拖了 它是没有看到之后 是走了一个实战那样的去 刘老师 我想问您一下 您跟他们告诉他们 这点完了 有拖他们俩什么表情 什么感觉 不是 他们是说没看到 都没看见 好 看来 所以这个三三 我觉得这个骑形是很常见的 所以大家看这盘骑的 没注意 它是没有注意 它只要往里边想都能看到 那样的水平肯定是没问题 它就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拖完了有个断 是吧 有扭断 它躲在这 对 这个骑是他们常见的一个 这个位置是一个常见的掏的手段 这个骑我们看 如果你立这个地方拖一个 这个正解是个打结 这是个打结 然后白旗就顶住 它大概是扳 扳一个 对 然后它得挡住 因为这个有冲 是 做结 做野 对 这个骑打就这个打结 就变成这样 这是个打结活 这个打结活 白旗都不肯 白旗不肯这么想 他觉得这个打结让人家活得 活在它里面了 这个力效率并不高 是 所以它不肯 因为黑旗外面都厚了 这个结 那么我们再延伸一下 如果拖 你还有没有别的招呢 拖这个的时候 白旗假如说尖这个怎么样 尖这个 尖这个 它挖 你一挤 我都已经 对 递好了 是吧 你得只有吃 胡打 再挤打 对 然后白旗接上的时候 沾上 黑旗接上 黑旗接上 应该是白旗坏了 对 黑旗正好比白旗快一气 现在杀旗杀不赢 这里面白旗只有三旗 长不出气来 拖打着 你这样打 它沾上 走着 你这个也回不去 好像 对 我一个回吗 看看 回不去吧 这有加吗 没有 加这个 它就接上 对 然后度过 这一扑 对 然后一收起 一加 就把它夹死了 你看 这一提一走 哪怕叫吃在一家 它正好也不行 是 所以说这个下法是白旗不成立 白旗不成立 好 白旗不成立 那么这个旗还有一些变化 这个地方 你别看 这个小的地方 有好多地方 别说你走 点这个 对 原来还能点这个 那我就接上 对 好 我走这个 您走这 没有注意 没注意吗 你只有这个 被拦到了 对 我走这个 我突然发现刘老师 我怎么做不活 对 这个你好像没活 没有活 是个刀瓣舞 死了 对 那么现在 就没注意就上我当了 对 那么我点的时候 这个旗应该挡这个 应该挡下去 对 你如果走这个 冲 假如冲 我这一挖 你看就出旗了 这一挖就不行 冲完一挖 是不是 出旗了 对吧 是 但是你如果再走这个的话 它不是沾上了 它是挤了 嗯 沾上是死旗 沾上这个有怕 它是挤这个 嗯 哎 你如果走这个 它就这个是活了 哎呀 就活了 这样活了 这里面是有旗的 嗯 那么 把这几个变化 好 我们就 就先摆到这 摆到这 他走这个的话 他都算好了 他就让了 算了 这个还是很大 虽然比点三三稍差 但是呢 这个总是一个大关子 嗯 那挺大的 对 然后白旗拖了那个 拖这个 是的 这个很大 巨大 你总是这样 你要走这个 不要退一个火角 嗯 它这样 这样 再来一下 那退 保留这个加过 这个挡了一下 对 实在就是这样下 扳住 黑漆扳住 挺大的 这个其实很大 这一长也相当大的 对 钻进来好多了 这下一步又连上了 不管怎么说 黑漆手术还很多 下的太多了 还是把那个加过 加过 这个也是一个大关子 现在他们收关了 收关 渡过 是吧 小尖 小尖 好 这就是常规的正常的手段 它是冲一个 对 走这个 这个旗 它如果这个旗走这个呢 它是只要求活旗即可 因为它这有走这个地方 它总是眼位 是的 它还是比较丰富 哪怕或者 这一代 哪怕走这个 或者是单断 还走什么 我看就这么单退 这个也是活旗 反正黑漆要杀它 基本上 活旗 他觉得这样走不了 你要走这个 被它跳着也不好 是吧 对 这样他干脆就先 靠上去 靠上去 看看是是白旗的印象 这边还敢不敢印了 对 看起来白旗不太敢印了 他走这 他走的有点奇怪 这个位置看起来 这个我觉得对 你要是再敢这样的话 上面有一定的危险 真有一定的危险 它离你远了 你反而不好作业 它这个我觉得挺好 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当时看 我觉得白旗控上并不差 对 是的 其实那个地方 我还有疑意 可能更好 但是也不 它只要活了的话 也不差 至少是 这个我有疑意 这个 这个时候赶快定型的话 我觉得 它走这个之后 这样下的 这个下 就是这儿有多 打在这儿 有个半毡 关子亏了 它实战是这么下的 对吧 实战 然后飞旗提 对 是这么下 白旗小天 对 这个旗我有疑 你看 这个旗实战 我觉得它这个旗 应该 位置应该在这里 单加一个 单加一个 那么它 要走的话 也走 那我不管吃这个了 我走在这里 打在底下 打在底下 打在底下的提 我赶快把这个补了 这个形状是眼形比较大 对 里面木也挺多的 木大 这个定型应该这样定 而且以后 这个地方不走后续手段 我肩这是先手 对吧 是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后续手段 有靠它 你要小心 待会连不上 对 你看 这事都很麻烦 这随时真有可能挖断了 真有可能出现问题 你只能那边打 对吧 我打这边 对 我这个棋要小心 黑棋要小心 所以黑棋是不是的补 也要考虑 对 你这个棋 你说现在你一定能解脱吗 还不容易 我只能站在这 站在这一段 我们把这个吃掉 这转换 它底下可以爬过 对 这个也不成为棋转换 这可能要黑棋坏 这样 但有这个手段 是的 那就说白棋这么下 打一个 这样定型可能来得比实战好 主要是白棋这个子 本来走在上面 它变成走在底下 就等于这样 你这个棋 我觉得这招是要点 你这个棋是放在这好 还是总是放在下面好 防它度过好 这个位置就显得好一些 是的 那么实战是 我们看实战是这样的棋 他一天 他白棋走这个 走这 不是 他白棋走在底下吧 黑棋走在底下 然后他还是管 对 这样 提掉 一小间 小间 实战就这么下了 实战他也没长 他是挤的 打吃 然后他走在这 对 这个棋里面的味道就不同 里面要小心 对 这个棋 白棋要特别小心 所以刚才刘老师要他走在中间 中央打 中央你这一手棋 就护主特别的大 现在你被他一手到这 他就不太会了 你不能这样 这样的话 他很危险 很危险 要小心 他是最后守了一下 是的 然后黑棋又病了他一下 这棋反过来去沾一个的话 他里面也很麻烦 就是说 还不知道怎么办 对 他走在这 不知道 即使也很麻烦 走在这的话 他就先挤一个 对 就是说 你先走掉 这招也不小 我觉得沾上也 就是沾上他就便宜了 他实际上这样 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掉 是吧 他先挤了一下 对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个点 可能 对 如果不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吃完 有个冲出来 如果不这样的话 要冲出来了 直接就冲出来了 对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这个 这个时候不行了 这个时候你看正好 连不回去 它一粘 有个紧 这个有出不去 这是为了防一个毛病 走完这个之后 把这个打掉 挺好 踢掉 对 然后立 对 这个打 然后白棋是补的这个 接一个 对 这个很舒服 然后顶了一下 再虎一个 是吧 虎一个 走这个 然后顶的 是吧 对 实际上就这么下 断了一下 在这 这个断我认为应该走这个 先拱在这 这个地方有冲 它大概是这样 挡 粘上 粘上的话白棋就可以补在这了是吗 对 比这个补要来的好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 插一口气 一会火 它味道显得很好 对 而且黑棋要断的话 只能先击打 我沾上 不能直接断 断了被打死了 你击打我沾上 就算断的话 那也不一样 就这招去变大了 对 应该 而且这本身多一亩 这个和这个 没有必要 我认为白棋应该这样下好一点 因为黑棋也不能冲那个 您冲两下之后 这个团先手了 如果冲这个 冲两下 对 先冲掉它好几目了 对 这个受不了 所以说白棋这样来的好一些 他没走这个 他断的 这个实际上不如我说这样 这个实战去补一个 显得没必要补的话 这个显得战木的来说不好 对 实际上就这么下 对 然后黑棋在那先扳了一下 扳了一个 对 这个挺好 这个是大棺子 然后击打这个 击打 他是不是中间先扳了一下 扳的 实战 对 他是走的这个吗 弧度 先手 这个棋就进入了大棺子 大棺子 这个时候觉得是很细 挺细的棋 是的 走了半天细 但是这个时候都进入独秒了 他们 双方都进入独秒了 应该说之前白棋还有点机会 就是说假如今天走在这的话 也可能非常细 但现在黑棋真的是稍微厚一点 双方也是棺子 我觉得可以说有很多探讨的地方 现在黑棋走着 黑棋冲掉 对 然后白棋它是拐的这个 这个棋 对 这个棋 我觉得是不是挖一个大 挖这个好 我觉得不挖 你也觉得 粘上怎么样 粘上的话 它能长进去吗 这个没注意 那我们试试 然后打吃 试试 它粘上 黑棋只能粘上 然后您长一个 我只能煎住 煎住的话 我有两个下法 第一个是我一路翻 你挤一个 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没有不行吧 您挤一个 挤一个 已经气不够了 是这样吗 被您一拐已经不行了 这样不行了 对 最好这可以冲 先延一气 然后这脚还是气不够了 这有一个 有个多延一气就不得了 不行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黑棋不行了 看来不能这样 只能是虎 不能长 对 所以它只能往回虎 我要虎一个 让打那个大 这个它巨大了 应该这样吧 对 而且这个截 黑棋不敢随便开 这个提过来巨大 对 那个大 我觉得那个大 这个不小吧 就算开也打结还难说 也不见得就行 对 白起结才挺多的 这个拐不是很大 而且挡一个 你还可以拖先这个棋 这个棋不是要命的 它挤打结上 这断不掉 断了拐打 这样 我们挡一下 就算断没关系 它就一路拐打 对 所以说这不是要命的 不是一定 不是命令 这个你大概是胡打 对不对 对 这样它就俗打就行了 你沾上它就紧气 是 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班 因为班跟党的交换不着 正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段 正好是白棋杀黑棋 所以这个党不是一定先手 对 所以先把那个抢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说进入关子 我也可能我这个立场 因为唐伟卿 说我带这个辽宁队 他是唐伟卿的辽宁队 我是老踢他 你的队员 那肯定 是的 所以我觉得白棋这样可能好一点 他实战没有这么下 没有这么下 他是拐的这个 这个棋就好像就不好办 他是拐 然后白棋跳一个 在这 跳 在这个地方走了两手棋 他在这个地方走了 是实战这么下的 是的 那么他把那个粘掉了 把这个粘巨大 这个粘是先手 这个粘本身你这个走 他之前可能就粘掉了 这个是已经交换着了 这个黑棋是便宜的 然后把这个糊了 也是先手走掉了 这个本身也没有机会白棋 白棋也来不及 来不及 你收 也来不及 这个也是黑棋挺好 走掉 接上 黑棋再把它爬掉 挡这个 他先断了一下 在此之前 断这个 白棋是不是 小尖 对 然后他再爬 爬一个 这样就是小棺子 冲了这个 冲这个 挡住 是吧 挡住 对 然后把这个粘回来了 这个好像基本上已经 大棺子已经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了 对 是这样 这个完全是 进入收树阶段 现在是黑棋搬那个 黑棋搬那个 搬这个 黑棋搬这个 收关子 走这个收关 然后他断打 把这个吃掉 这就完全熟木了 团打 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什么 没有大棋了 黑棋团了 这个不小 这个不小 这个打吃不小 然后白棋刺这个 对 这个也挺大 要不然他把这个拉回来了 拉回来了 是 这两个也搞不清 这个大 是吧 他走到这个之后 黑棋就把这个冲了 冲一个 挡住 对 爬一个 然后爬 进行打结 这就是小棺子 小棺子 爬那个挺大的 如果不爬 被白棋打住的话 里面已经少补了一幕 然后底下还差 现在棋的局面 就是个盘面九幕或者上下的棋 九幕左右 九幕左右 贴七幕半 应该从前面看 我觉得是看着 现在看着白棋也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黑棋从布局来说 我应该说是一路进攻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 我都喜欢下黑棋 我是喜欢下黑棋的 这个地方有白棋下的太薄 也可能风格不同 因为我是所谓立战棋 你要遇到这样 你下那么薄 我反而高兴 我这边如果先刺一个 我这么顶段 我一下击垮对方 你就看准一个方向 就击垮对方 就可以 我倒是觉得这样 反而我喜欢这样 而牛宜潜 他这个棋就跟我有点相反 那肯定不一样 他喜欢慢慢的 而且经常他的棋 经常是最后半幕胜负 或者关子胜 居多 是这样子 看来他比较喜欢下后半盘 他也擅长后半盘 所以他这个棋 慢慢悠悠的一点一点走 最后一直不着急的 就唯一个中控 实际上我觉得围得很辛苦 唐卫星之前 我觉得他机会挺多的 对 比如说刚才这个虎 可以往中间去两路 那就不一样了 都是 这是一方 后面去的收关 他们这个地方点三三都没有看 收关有很多的可以探讨的地方 可以琢磨的地方 回家的关子得慢慢摆 对 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爬的打结了 是 他爬了一个 然后白旗铺铺了一下 然后铺掉 铺回来 白旗搬这个 找铺 搬这个 它是虎的 这个棋 它虎应该沾上 这个棋沾上和虎可能差个一目左右 能够差个一目左右 是这样 这里差的还挺多的 应该是沾上 它是走的这个 对 它虎了一个 虎这个 我们看 虎这个 然后白旗铺接 黑旗沾上 把这个打掉了 对 打掉 它沾上 黑旗沾住 那么白旗 就剩下小关子了 现在 白旗是不是冲一个 是吧 对 它沾上 对 你看这个旗 本来在这 本来在这就不一样 它这个至少是后手 它爬 它打 爬它不能打 本来在这 你这个大概是这样 你爬完之后 它可以挡在那 7目里面是 7目 是够大的 不 我记得是5目 它沾上之后 它补这个了 那差两目了 它如果沾上 我看是不是它 它是不是冲那边 冲那边也可以打这个 它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 它打吃鲜手 打吃鲜手 打吃鲜手 这有一个什么 如果打吃鲜手就没够 但是它可以不沾 可以走这了 可以走这个 是这样吗 对 它搬在这 是的 这样这里又插手旗去了 插不到两目 不到两目 要不然差有点多 应该不到两目 但是实战你看它虎在这 这个小关子 小关子 这个算有点细 我这方面弱象 比较弱 他走这个 这个棋你不能挡这个 挡这个里面 为什么 扁 你走什么 我出问题了 你走这个 我这一脚吃 我这一脚吃 教师只能坐在那 你不能沾这个 沾到我一脚吃 是不是 所以这个棋 它一走在这 它走在这个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对 然后白棋拖了一个 拖一个 这一个不小 然后黑棋 这样就是关子了 对 黑棋 黑棋就是 它这儿先补了一个 对 先等了一下 交换了一下 在这 就是一个 黑棋在这 这个白棋在这 它冲了一下 黑棋搬这个 这个是最后的地方 这个就两木棋 它就退一个 对 退一个 实战就这么下的 然后这儿是黑棋冲掉了 冲过了 在这 实战就这么走掉的 实战就这么下的 对 以下 基本上就是一些一两木 一两木的 基本上 该冲的就完了 生死已经不可改变了 没法逆转 没有机会了 没错 这盘棋 就走到这个后面 收收收到最后 是盘面九木 就是一木板 最后剩个四分之三子 对 三分之三子 这个棋 就是说 也是大沙小树营 大沙小树营 也是代表了 现在一线 他们年轻棋手的一个水平 没错 是这样 总体来说 觉得牛宇田 对于局面来说 还是掌控的好一些 可能也是抓住了机会 要不然的话 比如说白棋能把脚先补掉 或者说中间走得大一点 像刘老师刚才说的那样 棋的结局可能就不一样 对 看似是机会多多 但是棋也是有出入 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棋局 而现在年轻的都在一线 比较厉害 好 今天这盘棋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再见 非常感谢刘晓光九段 和球团一二段的精彩解说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请出的是赵首寻五段 他将给大家带来 2013年中信银行 为中国电视危机快期赛的精彩回顾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解 2013年中信银行杯 中国电视危机快期赛的精彩对局片段 在之前的节目中 先是给大家介绍过 杀棋的妙手 非常的精彩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也给大家讲了一盘 罗喜和一个长距离追杀的屠龙的 这么一个非常血腥的一盘棋 下的是非常的精彩 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一直这么认为 我觉得围棋最大的魅力 其实不在于杀棋 或者说是妙手 这些只是他棋手表 展示自己表达思想 自己思想情绪的一种体现手段而已 那么实际上最重要的 最有意思的地方 还是起手的思维 就是思路 它是一种思想的游戏 可以说是展示自己思想的游戏 手弹 用手 虽然说不用说话交流 但是实际上是在对局双方的对异过程中 是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出来 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要聊的这个课题 就是续盘 续盘我觉得是最容易展现骑手思想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么一个领域 续盘阶段有些骑手下的就是非常注重实地 你可以下的很保守 去手脚 去捞实地 有些骑手天马星空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盘棋 刘星 他的这个构思 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最经典的 就是武功证书老师 他的这个续盘 三连星一步 这是非常的飘逸 那么他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在中复 要在中复阶段 跟对方这个进行胜负的争夺 所以说续盘我觉得是很能体现骑手这个构思 是应该说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 好的 下面我们就进入棋局来看一看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这是刘星 直黑对刘希 名字听上去都有点 发音都有点像 刘星呢 当然是比较名气比较大一些了 也是经常得这个我们的全国冠军 刘希呢 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 但是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这个棋手 大家看这个棋 我只摆了这么几招棋 这棋盘现在非常的空旷 他觉得很普通 很平庸 现在黑棋一个新卫家大飞无有角 白棋是一个中国流 对不对 这有什么好讲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比较平淡的棋 在高手眼里 其实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或者说是都有非常巧妙的构思的 下一招刘星是走在这 大家看这个拆边的位置 非常有讲究 普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走在这 对不对 这个是大飞手脚 然后朝下方发展 那么去连片 非常好的一个拳点 那么在这跟在这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区别 在这首先它是一个中心点 大家可以看出它是一个这条边的中心 那么显然白棋要去挂 最普通的定型就是黑棋一跳 这个大家谁都会 对不对 一跳白棋拆 这是再常见不过了 这个定型方法是非常普通的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黑棋的结构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子其实不是中心点 对不对 我们看上去拆的时候是中心点 但是你经过举手交换之后你就发现不对了 情况发生了改变 那这条棋的位置就可能有点问题了 这个时候轮你选就不会下在这 所以说它是走在这 这我们就很好理解它这条棋的用意了 就实际上你看成白棋 如果挂完脚之后 这个才是中心点 对不对 这个拆的位置才是最完美的 在这反而是不对的 那就有一个问题 你拆在这没有毛病了吗 如果要是说拆在这 这个位置这么好的话 为什么我们大家之前看到很少人拆这 可能就是担心白棋挂 但是这个挂 黑棋可以肩紧 白棋长 黑棋一跳 接下来大家看 这个变化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 这个并不难 白棋拆二 黑棋小飞 接下来黑棋对白棋发行猛攻 猛攻的结果就是把上方下成实地化 这个结果应该也是黑棋可以满意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招拆边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招拆边 就变得非常的有趣了 如果你从这边挂 我这个位置就变得很好 如果你从这边挂 从里面挂我也不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拆边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一手 拆在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心点 之前没有人去下 我相信这招棋在它这届中心银行被下出来之后 我估计大家会对它产生一定的重视 那么也许经过研究之后去把它推翻了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大家开始流行 这种下法开始可以流行起来 那也是我们可以对它抱有一定的期待 接下来白棋挂这个 白棋还是没有敢去里面挂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心银行是快期赛 30秒一步 如果人家敢走这个 对不对 它肯定是对这个局部是有研究的 你要贸然的进去 万一中刀了怎么办 是不是 中了别人的圈套可不好 接下来白棋就选择了外挂 那下一招流行又是很奔放 这当然如果大家经常看它的棋谱的话 可能就觉得不是很惊讶 不是很突然 实际上它是经常这么下的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爱好者齐迷来说 可能是很少见这种下法 就是尖在这 尖在五路 我们知道小木经常有这个尖 袖侧的小尖 对不对 这个是很普通的 这个是很好的一手 教科书般的下法 但是星位挂的时候还小尖 这就非常少见了 我记得当年应该是武功正树先生 他最先发明的 这招小尖就是非常强调中辅的一种下法 他很显然他下招这个是绝好点 对不对 飞过来是很厉害的 那么也就说明这招棋的它是有优势的 它相比单关来说是有优势的 单关就没有下一手 没有那么好的点 他当然也有缺点 他缺点就是这个脚步 这个脚步不是很结实 人家可以点脚 然后多半是挡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发现 还是这个道理 又可以看出来什么 说这招棋的确是好 的确是比在这好 武功当年的棋是拆在这了 被白棋一拖 这样的话 黑棋局部显得有点重复 黑棋只有斑 这样白棋退 一接 是像这边是 如果像这样的时候 大家又可以看出来 这招棋当然是在这好 这么厚的棋 当然离它越远越好 拆得越大越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招棋又是连贯的 它思路又是非常连贯的 所以说实战 可能白棋他看到了这个变化 他觉得有点太让黑棋如意了 这个黑棋太满意了 所以说他实战是选择了 直接拆回来 但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黑棋继续贯彻意图 下得非常的奔放 白棋守黑棋坚定 白棋一立 黑棋再一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全局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全局 就可以看出黑棋 在左边和上面的结构 立体感非常的强 高低配置非常好 大飞手脚配上一个拆边 四路的拆边 再加上五路的小间 对不对 层次感很强 对于上面来说 这个结构也是非常的好的 上面这个结构 虽然底下露着风 但是它足够宽了 你露风进来 它就守住就可以了 这没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把布局下到这儿 最起码黑棋的整体构思是获得了成功的 不能说它形势好 但是可以说它构思是达到了目的 最后这番棋很遗憾 刘兴他是输掉了比赛 但是我想跟他前面的结果是没关系的 输是因为他后面没有下好 前面布局的思路还是非常流畅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非常值得借鉴的 那么好的 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上市休息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盘棋 这盘棋 大家可以通过棋盘上的手术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也还是一个续盘阶段的问题 非常有意思 刚才我们看到的刘兴 他是高举高打 棋子都下了四路五路甚至六路上去跳 非常的奔放 下得非常奔放 棋手跟棋手之间的棋风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刘兴他就是一个理想派的棋手 他下得非常的奔放 邱骏是一个务实派的棋手 我们这一盘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周鹤喜之黑对邱骏的一盘棋 邱骏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勤奋 很用功 很务实的一个棋手 那么我们看同样是非常空旷的棋盘 邱骏的选择又会如何呢 好 那时候现在是轮白下 大家就很明显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四颗棋子 白棋三颗棋子 那么现在是轮白下 那白棋现在的选择 普通来说无非也就两种 第一种就是非 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定势 走白棋拆 这个最常见了 走完之后 黑棋在下面去挂脚 或者是拆遍之类的 这个就不去说它了 这个是接下来的下法 就是见仁见智了 这是最普通的 还有一种也是非常普通的 就是直接拆回来 直接拆回来 我们刚才看刘兴和刘希的那盘棋 其实刘希就是选择了直接拆边 这种下法 这种下法也是非常常见的 相比起小飞各有利弊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可能会想不到 除了这两种下法 还有别的吗 当然聂老 聂平老师之前是下过一个跳 在中日的一台赛上 很经典的 他为了对付武功证术 研究出了跳的这么一个下法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但是现在来说 基本上没有跳的下法 这很少见了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手 实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战邱俊选择了一种非常极端的下法 他直接点脚 在这么空旷的局面下 直接就去掏你的三三 这真是应该说是秋俊流的手段 之前因为我们知道 看刚才那盘棋 我们知道流星他非常奔放 对吧 他一开始喜欢把棋子下在外面 但是这个有点太极端了 对不对 下在外面我们可以理解说他棋风很潇洒 在布局阶段大家都知道 入戒一缓 有一条围棋视觉里面有入戒一缓 你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去点人家脚 一般来说是有备齐理的 但是据我观察 最近好像点脚的下法还很多 还很常见 当然不一定是直接挂了就点脚 也许是外面交换了一些次序之后去点脚 这个下法也许是我们国家队棋手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好 接下来总之这个点脚总是有备常理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它是这样的下法 搬 黑棋搬 白棋接 这个时候黑棋当然布局一室 总是要把你先分断了 再说 那么黑棋接 黑棋如果接的话是普通的定式 白棋小飞 接下来我就不摆了 这个黑棋靠住 这个是大家都会 这是普通的定式 它实战很有意思在这爬 这条棋很显然就是有研究的 这个肯定是平时想过的 这个下法不会是自己突然自己发明的 尤其是快棋赛中 布局应该不会去自己创造定式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大家爬一定是有所准备的 接下来白棋飞 我们看这很有意思 黑棋靠住 白棋长 黑棋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要去爬了 如果你接的话 白棋会加 黑棋很难受 白棋这个时候 秋军是跳这个 跳这个 这个进程 当然它每首棋都很有自己的含义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不是要说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加快一点进程 直接看它的实战 它点这个 点这个的意图 就是把白棋下重 白棋接 黑棋接 先点一下再接 如果你单接的话 白棋不理你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很好理解 如果单接 它就不理你了 所以说你要点一下 把它点中 点中之后再接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只好拐出来 黑棋 把这一接 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应该先冲一下 这个次序它下得不是很好 接白棋接住 在这个局部 双方就告一段落 这个局部很明显 白棋是把黑棋的实地 掏得干干净净净 这个角是从黑棋的角变成了白棋的角 从实地上来说 毫无疑问白棋是有所收获的 但是同时它也把黑棋撞得铁后 尤其是对右边的阵势来说 黑棋铁后 白棋这几个子 其实完全谈不上是后势 它实际上是很重的一块棋 所以说从这个结果来看 我其实是不太支持白棋的 我觉得秋军的下方还是有待商榷的 这个点角好不好 有待商榷的 但是总之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很能体现其手的一种思想 和它的一种创新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围棋也是一种创作 它本身也是一种创作 围棋本身也可以归为艺术的行列 它当然有竞技性 但是也有它的文化的属性和艺术属性在里面 这盘棋我觉得秋军也是展示出了 用另类的一种方式展示出了 它的一种对围棋的理解和一种思想 这盘棋包括上面的那盘棋 都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都是很体现其手个性的 那么这么两盘棋 我也是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好的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赵雪雄五段的精彩解说 那么我们的节目 本期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 骑行天下 骑路无穷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